我现在福建泉州 这是丰泽街与温陵路的交叉路口 这条街非常的繁华 有很多著名的泉州美食 在斜对面 正好我查了一下手机 有人推荐尝一尝面线湖 就在斜对面 我现在需要从这边过马路 然后天桥上绕过去 这一栋大楼的后面 就是面线湖 现在从这边等一下红绿灯 绿灯亮了 快速过马路 如果不用等红绿灯 需要从天桥上这边走过去 但是等一下红绿灯比较快 直接就可以穿过去 从这再等一个红绿灯 绿灯亮了 从这过马路 电动车比较多 车来车往的 周围啊 周围啊 有汤包 八宝粥 全粥牛肉 从这边绕过去 在后街 这边是服装 这边是服装 一排排的电动车 到了 这就是泉州的美食街 看这个排放比较古老 从中间的排放进来了 看这边都是中华老字号的美食 姜母鸭 姜母鸭也算是全州的特色美食了 闽南风味 还有温邻的美食楼 这边的姜母鸭比较多 这是酸菜面 豆浆 面线壶店到了 今天先尝尝面线壶 明天再吃姜母鸭 看看面线壶的菜单 这有地花系列青菜 应该是小菜吧 这边还有饭 米饭类的 炒饭类的 配这个 什么苦瓜鸡腿 莴笋 重点 今天我要吃的是 面线壶系列 问了一下老板 面线壶是两块 加不同的东西 价格也不一样 这有大肠的 醋肉的 卤蛋的 煎蛋的 还有猪肺 排骨 素的有木耳 这边还有海力 旁边的小吃 就是五香卷和油条 我准备吃一个醋肉的 面线壶 顺便 醋肉里面 应该再加点 青壶吧 就这么吃 然后再点一份 五香卷 我的面线壶好了 这就是中午的午饭 是醋肉面线壶 加了五香卷 大家看一下 这个壶 非常的丝滑柔软 先尝尝 面线 哇 吃出了一种鲜虾的味 闽南风味 尝尝这个 五香卷 这五香卷啊 在厦门的时候 吃过 再看看 醋肉 醋肉应该很酸吧 看 这醋肉真的很酸 味道 有点像锅包肉 味道不错 五香卷吃起来 里面好像有洋葱 洋葱 土豆泥之类的 醋肉的颜色 是鲜红的 拌在面线壶里 特别好吃 一口气全吃光了 味道还不错 泉州特色 闽南风味 从店里吃完出来了 我现在准备 从前面坐公交车 去登星园山 这个视频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结束了 谢谢大家 再见